如果我们从他的实践哲学的定义当中 我们来看一看 他和他的实践哲学的定义相联系的 相联系的 那么就形成了他的这个哲学的基本理论 基本理论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既然他的这个哲学定义啊 哲学定义是强调什么 这个大众文化 哲学家 哲学世界观对大众文化的改造 强调这个历史的绝对的历史主义 那么他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首先就要说明历史和本体的关系问题 怎么样理解历史和本体的关系 就是我们说的 他通过对科鲁齐的改造 他要重新来说明历史和本体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是他研究的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他要研究什么 历史和人的关系问题 既然这个历史本体强调的是对人的研究 那么历史和人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子 这就构成了他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他强调什么 这个现代哲学作为历史啊 他是要对这个人的这样一个合理性 意志的合理性进行研究 这就有一个如何研究意识形态的问题 所以他就研究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呢 就包括了这个这个我们看到 有机意识形态和随意的理性化的意识形态 就是对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特点啊 做了一个分析 为什么说他上层建筑的思想家啊 就是他要对这个这个意识形态啊 内部结构作为一个剖析 同时要分析意识形态当中的理论和信仰 这个理性和道德这样一个区分 这样一个区分 这种二分啊 是他的一个研究整个政治哲学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前提性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一个一个的来讲啊 就是他对这个历史和本体的关系啊 究竟是怎么样 这个怎么样散述的 怎么样散述的 那么我们讲了 就说他讲的历史和本体的关系呢 讲的是历史的绝对主义的人道主义 这个是他的一个定义啊 他的定义 而且我们讲了 他的这样一个定义啊 是对拉布了拉和克罗奇的 这样一个思想的定义 这样一个继承 这样一个继承 那么他对这个 但是在说明历史本体论的时候呢 他对克罗奇啊 有一个 他是早年的时候 就是说他进入监狱之前呢 他对克罗奇做了一个大量的研究 他曾经是一个克罗奇的这样 克罗奇主义者 是一个克罗奇的一个崇拜者 后来呢他转变世界观 也就是说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 他就是一个克罗奇的这样一个崇拜者 也就是克罗奇主义者 所以他是非常崇拜这个历史本体论 历史本体论 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后 他就开始对这个克罗奇的这样一个哲学啊 进行改造 所以他说这个克罗奇啊 他是有贡献的 那么第一个呢 他就是把历史上升为本体论 把这个哲学的最高存在啊 就是说历史的作为哲学最高存在的 不是一个科学的不动的这样一个理性的对象 理智的东西 而是作为什么 而是作为历史本身 所以呢 他说这一点呢 把历史作为最高的存在 使哲学的批判 这个和这个哲学的批判啊 超越了神学和思辨的维新主义 这样就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 他说这是一个功劳 那么第二个呢 他强调说历史本体论啊 强调人的思想意识的能动性 人的精神活动的创造性和自主性 他说是发展了意识的辩证法 使这个哲学的研究啊 不再是实证主义的和基建论的 实证就是脱离了 超越了这种实在能和经验主义 和这个基建论 他说这两个贡献呢 就成为什么 使历史主义成为现代哲学 成为现代哲学的这样一个部分 但是呢 他说科罗奇啊 并没有完成对思辨维新主义的全部改造 因为他在讲历史本体论的时候 只是肯定了他的历史主义的这样一个 思想的和理论的形式 而没有强调他的意志和政治活动 没有 就是说他在这个里面呢 只强调了他的思想内容 而不等于他的政治和理智的内容 而他的改造呢 就刚好要把他贯彻到底 所以作为历史思想的东西啊 他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的精神的东西 他同时啊 还应该是一种现实的 就是说是一种政治因素啊 相联系的这样一个东西 相联系的东西 所以这一个呢 就是强调啊 他的这样一个历史绝对主义的 这样一个改造 那么在这样一个改造当中啊 他就形成了他的这个历史哲学的 这样一个历史本体论的 这样一个内涵 这个历史本体论的内涵是什么呢 就是说第一个 他强调他是人们的政治批判活动 首先他是一个政治批判活动 第二个呢 他强调是人的意志和经济 探讨人的意志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 强调人的这样一个意志和经济基础 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第三个呢 就是探讨人们的文化和道德生活 第四个是自由和必然的历史矛盾 再一个呢 就是世界观和这个方法论的这个统一 他说所以这五个方面呢 就构成了实践哲学的存在论规定 存在论规定 那么从这样一个关系出发呢 所以他就探讨了关于外部世界的客观性问题 关于这个必然性 这个规律性和必然性的关系问题 以及呢 关于这个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这个理论 我想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在这个地方啊 就是说我们前面的 大家可以这个看一看 他都是做的一个历史说明 比方说客观性 这个客观性它强调是一种历史的客观性 这个必然性呢 强调它是一个历史具体的统一 那么最大的啊 就是在它里面最大的贡献啊 就是对这个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啊 作了一个新的说明 就是说在这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呢 这个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啊 被归为认识论的一个问题 是吧 是认识论的问题 也就是说理论是和实践的关系啊 是一种认识的关系 是认识关系 我们的理论是不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是吧 它来源于实践 最后它的真理性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这个地方是不是讲的理论和实践的 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它是什么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啊 都是一个知识的问题 而不涉及到意志的问题 意志的问题 所以它也不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啊 也不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 也不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 但是葛兰西却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啊 理解为一个本体论的问题 一个本体论 所谓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它认为是什么 本质上是改造世界 使实践革命化 使实践革命化 那么怎么样改造世界 怎么实践革命化呢 这就有一个世界观的问题 这就是世界观的问题 所以它说啊 哲学史上的每一种世界观 和每一种哲学 都显然无疑地关心着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它说 在经验哲学当中的 理论向实践的转化 是通过简单的传播而实现的 那么维兴主义哲学家 他说比方说 莱布里哲和格兰西奈尔的 实践和哲学啊 就是被一个 转化为一个抽象的 就是抽象化一个概念的认识 就是说实践呢 被当作认识人当中的一个环节 就是说 这就讲什么 在这个 也就是说在科罗奇里面啊 它有没有实践呢 它有实践 实践上升为认识 当它看作是一种哲学 一种理智的时候 就是说在你的认识当中 实践啊 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 它是一个环节 是你通过什么 通过认识的起点 达到认识的终点 从它的起点到终点 你实践每一个认识当中 通过实践 然后达到新的认识 达到新的认识 那就说什么 把实践归 如果说以前的哲学家 把这个实践完全排除 在这个理论之外 他说那么 科罗奇呢 他还是强调了实践 但是他把实践 是当作认识当中的一个环节 一个环节 那么这个 格兰西就认为了 格兰西就认为了 他说实际上啊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 他说不管怎么样 他说科罗奇呢 他还是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好处 就是什么呢 当他把这个实践啊 拿入到实践过程的时候 就强调什么 在这个认识当中 是不是有一个行的问题 有一个行的问题 是吧 就是说认识当中 不仅有一个知的问题 同时有一个行的问题 有一个行的问题 就是把这个认识啊 落到的行上 落到的行上 但是呢 他认为 这种行 不应该是具体的特殊的 而应该是什么 它应该是一个 意志的合理性问题 意志的合理性问题 所以对于这个 意志的合理性问题呢 是应该 你要把它变成一个 普遍性的问题 是吗 就要做一个 本体认的认证 做一个本体认证 认证 所以就是说 在这个里面呢 认识和行的关系问题 就是理论和时间的关系问题 最本身的是说什么 强调实践本身的 这样一个普遍性和决定性 那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啊 实践不能作为 认识论的环节 而是作为什么 作为一个普遍性的 作为一个理论的研究对象 实践不是一个什么 不是一个经验的东西 因为你在认识人当中 理论是知识的 是吧 是真理的 而这个实践是什么 它是经验的 是不进入哲学的 只是什么 是来认证你的哲学 它自身不能成为 一个理论概念 不能成为一个哲学的范畴 不能成为哲学范畴 所以这个地方 实际上把哲学什么 隔出在哲学的范畴之外 把实践变成了哲学之外的一个不需要认证的这样一个范畴 变成了一个现在的前提 好像是康德的自在之物一样的 我没办法去认识它 没办法去认识它 而葛兰西认为呢 就是说作为实践哲学 你要把它作为本体 它的意义在什么 刚好实践是一个需要说明的范畴 是需要说明的 是一个需要把它从常识 提升为一个哲学概念 把它看作是以高于知识的这样一个概念 来进行研究 来进行认证的 所以正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它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实践的这样一个本体论问题 也就提出了实践的意志的合理性问题 也就是实践的哲学 它是以意志的合理性为对象的 为对象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 当时它提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强调把人的意志的合理性作为 作为一个本体论的认证的时候 它是不是和以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相区别了啊 相区别了 那么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说 这个我们看起来现在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所以为什么是一个值得做的课题呢 20世纪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它在改造这个 他们叫做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也就是批判这个第二国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 是重体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因为他们认为什么啊 就是说这个理论和实践的这样一个关系 在马克思那儿作为一个基本的范畴 或者说这个理论结构当中的一个核心范畴 如果你不把这个范畴颠覆过来 不把它重新做一个传持的话 那么你总是在这个认识认的这个结构当中啊 来传持这个马克思的这个思想 那么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 它的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思想内容啊 是永远没有办法发展出来的 所以你要把这个马克思哲学啊 从它从一个科学主义传统的认证 把它转向对一个人道主义传统的认证 就是说从科学主义到人本主义 发挥它的 转变它的这样一个人文精神 形成一个 把它变成一个文化批判理论 你就必须要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问题 也就是说马克思在他的贝尔巴哈里面 提出来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个核心范畴 要进行一个重新的传持 所以在这个地方上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谈到历史和本体的关系的时候 特别落到这个历史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把它解释为 对能得意志的合理性问题的认证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看到他对整个马克思主义 就是说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 做了一个颠覆 所以这就形成了什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文化哲学的转向 就是从科学主义传统 向文化哲学的这样一个转向 这就是他在这个实践哲学的 这样一个基本理论当中 提出的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 基本问题也就是我们重点 包括理解 我们在下面讲这个法兰科学派 也就是讲这个和和海默的思想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和海默同样的表达 就是说也是从对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来重新闪持马克思的这样一个理论的 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要把这个 对这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 做一个比较性的研究 以及对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 和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 做一个比较研究 看到马克思哲学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 特别是二十世纪 做了一个观念的变革从哪来的 那么就可以以这个理论和实践的 这个范畴的一个为核心的一个考察 来展示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内容 怎么样去实现了这样一个观念的转变 而这样一个观念的转变呢 可以说是葛兰西亚 把他首先散发出来的 这是他的一个本体的研究的 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贡献 很重要的贡献 这是第一个 那么通过这个历史和本体认的认证 那么这个葛兰西就要探讨 既然这个历史本体认 探讨的是人的问题 探讨的是人的问题 是研究这个人的存在 人的意志的问题 那么就有一个什么 对人的文化的这样一个存在方式的 一个说明问题 人的说明问题 所以他就要对什么是人 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新的解答 什么是人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人的问题呢 对这个文化哲学来说 解答这个问题有一个 首先有一个哲学的 提问方式的变革问题 哲学提问方式 因为哲学观念的变革 包括他的 我是怎么去提问 怎么去进行 对这个问题进行提问 就是说以前的哲学 在讲人是什么的问题的时候 都是从性子上来提问 当我说人是什么 他是什么 我说这个书是什么 这个杯子是什么 是什么 它已经存在了 是吧 它已经存在了 我是要把它说出来 是不是一个认识认的提问 当我说这个东西已经存在了 我说它是什么的时候 是是一个什么概念 是一个定性的概念 我说它是什么 我已经 它已经先定的存在那 所以为什么这个近代哲学 它是一种预承认的呢 就是说它总先 假定这个对象是存在的 然后我说出来 它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样一种哲学的提问方式 就是什么 把人看作是一种实体 看作是一种实体 所以这就形成了什么 哲学史上对哲学实体概念的一个提问 你永远你不管说精神是什么 物质是什么 不管你说是什么 最后你都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一个 预承认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你都预承了 这样一个东西存在那 那么这样 从这样一个概念出发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唯物主义的 唯心主义的 宗教的 自然主义哲学家 都是啊什么 都是什么 不管他们是归于存在也好 归于社会 把人归于自然存在 社会存在也好 抽象精神 上帝存在也好 那么等等 都是一种预承认的观点 就是都是一个精神实体的观点 那么如果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 那么这些观点呢 都是站在一个什么 外在的客体的立场上 来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 来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 就是说你从一个外在的 但是呢 格兰西认为 人不是一个外在的客体 而是主体 就是说人啊 他不是一个外在的客体 而是一个主体 是一个自己创造自己的活动 是自己创造自己的活动 因此呢 哲学啊 不应该站在一个 外在客观的立场上 从这个事实的性质来规定他 不是应该对他是什么进行提问 而是应该什么呢 应该站在主体的立场上 从人和世界 人和人的关系 人自身的结构上来提出和解答问题 那也就是说 要改变了人是什么的这样一个提问方式 那么这样一个思想家 他认为首先是这个维科提出来的 那也就是说把人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现在啊 不能说人是什么的问题 应该是说什么 人能变成什么 人能变成什么 也就是说 他应该是什么 人形成的问题 人的自我形成 自我创造的问题 就是说 人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吗 人能够造就他自己吗 人能够创造自己的生活吗 也就是说 人是一个过程 人是怎么在过程当中创造他自己 就是说人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 而不是问人是什么 人是什么 它是一个外在的课题 那么作为主体的提问应该什么 人应该怎么创造什么 也就会发现了 所以这样的 如果这样提问的话 那么人的问题啊 就不是一个 就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 而是什么 而是一个形成的问题 而是变成了一个形成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 对人的这样一个 人是什么问题的 这样一个提问 人是什么的提问 那么由于这样一个提问呢 他就说 人既然的我们对 这个人的这样一个历史主义的提问 应该是说 人是怎么来的 他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 如果从这样一个提问的话 那么他就说 可以啊 从人的内在结构和历史 生成两个方面呢 对他进行的改造 就是说你怎么把这个提问方式改造过来啊 当我说这个提问方式不能以外在的客体来提问 而是应该以主体来提问的时候 那么我怎么去改造它 怎么去怎么去改造它 他说这个从内在结构来看呢 他说人存在于一系列的这个人动的关系当中 他就说人啊 他说物仪的是一个个体的存在 物仪的是个体的存在 但是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不是在个人的内部 而是在人和物质力量的统一当中 这个讲的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在下这个定义的时候 讲的是什么的意思呢 就是说你能的存在一定是个体的 一定是个体的 但是作为你的本性 不是由你的个性的特殊性决定的 不是由你的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是吧 不是由你的特殊性决定的 而是刚好是由你的这样一个 个人的这个本质所决定的 那么这样一个 就是说个体当中所存在的一个本体性 就是说它的一个普遍性所决定的 那么这样一个普遍性是什么呢 就是你自身和你的物质力量的 这样一个人动关系 就是你和你的对象的这样一个人动关系 所以这样一个人动关系呢 它说就构成了什么 个人其他人和自然界 这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因为你个人要发生关系 你要什么 你和自然界发生一种能量的关系 你才能体现你的这样一个人动性 你才能够形成 但是你要和这个自然界发生关系 要体现发生一种能动的物质的关系 你离不开能和他人的关系 你离不开能和他人的关系 所以这个个人其他能和自然界 这三个要素都因为能的这样一个活动的 这样一个独特性而形成了复杂的能与自然 能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那也就是说什么 能和自然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不是被自然规定的 能和自然的关系是被能规定的 随着人的发展 能和自然的关系是发生变化的 发生变化的 这是不是倒过来了啊 就是以前我们在讲这个 物质本体论的时候 按照物质本体论的说法是什么 人的所有的特性 它在每一时代的发展 是随着物质的运动 然后来改变的 而他从这个历史主义的角度 他来分析 他说什么呢 能和自然的特定的这样一个联系 它是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 而这样一个历史形成过程 是和人自身的这样一个独特性 它在不断的形成过程当中 这个过程来形成的 这样一个不同的这样一个联系 这样才能体现为什么 能和物质世界之间的能动关系 而能和自然界的这个能动关系呢 又体现了什么 能的意识 它才是能动的 如果你是被这个物质规定的 那你是消极的 是决定认的 是吧 你怎么可能体现是能动的 所以能动的关系啊 是通过这个个人的关系 建立起来的 建立起来的 那么为了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呢 你为了体现这种能动关系 所以在认识认上啊 你就有一个有意识的活动问题 有意识的活动问题 而在这个实践当中呢 就有一个改变自己 变革自己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在发展方式当中呢 就有一个啊 借助于中介和环境发生关系的问题 发生关系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对能的解释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提出来的这样一个 这个能和 这个历史和能的这样关系 对能的这样一个研究的 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些定义啊 新的定义的观念 就是说在能的说明上 能和自然关系的说明上啊 要以这个能的特性 能的自我形成 能的发展呢 来界定能和自然的关系 就是能和自然的关系啊 它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由自然被规定的 能是一个被动的 这样一个壳体 而恰好它是一个能动的 就是因为它的这样一个变化 而形成的这样一个变化 那么这是它提出来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呢 就是它强调啊 能的活动 能和环境发生的 这种能动的 有意识的活动啊 它是要借助于中介和环境发生关系的 就是是有中介的活动 能的活动不是直接的 而是间接的 为什么它会提出有中介的活动呢 它要通过一种文化创造 能的能动性啊 只要通过它的这样一个文化的创造 积累起来的 这样一个连续性 它才能发展 能越发展 它的文化厚度越厚重 那么能的也就越丰富 是吧 它和自然的关系呢 也就变得越丰富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它强调 能的和外部世界的关系 这种创造关系啊 刚好是中介啊 经过中介而实现的 而这个中介呢 竟是经过能改改造和创造出来的东西 同时也是制约者能自身活动的一种客观的东西 所以正是由于有了中介 所以才建立了能和自然之间 能和能之间 能和社会之间的一种有机联系 也有机联系 呃 这是这是他提出来这样一个新的观念啊 所以当他提出能是一个整体改变人的这样一个提问方式的时候 说为什么能不是客体而是主体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他讲了什么 能和外部世界啊 他是通过一个什么中介 而这个中介就是文化 通过这个文化的这样一个扩大了 而建立这个不断的这个复杂的有机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联系过程 联系过程 建立能和自然之间的这样一个能动关系 能动关系 呃